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好 欢迎来到实验设计与品质工程 我是余志成 日教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工程系 我们知道品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我们所做的设计 未来都会投入生产而成为一项产品 如何在设计阶段考虑这些生命周期因素 对我性能所产生的影响 进行利用实验参数设计的做法来提升品质 但却不增加成本 将会是这门课所要涵盖的主要目的 实验设计品质工程这门课是研究所工学院的课程 接下来我就带领各位来介绍一下 这门课我所要涵盖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品质工程呢 假如你现在设计一个清扫机器人 这是我在学校设计的一个清扫机器人 学校做的目的主要是进行概念的验证 我只要做一个 确定我的想法 我的逻辑是不是正确 然而如果是我要把它变成一项商品 将来投入生产 那跟我的做一个机器人之间会有些什么差异呢 而在设计过程里面有些参数 它制造起来就因为会有误差的影响 而这些误差会影响我的性能 我就希望在设计阶段的时候 利用参数设计将这些影响考虑进来 使得我的设计未来不会受到这些误差影响 而能够得到非常稳定的品质 什么叫做参数设计 我们在进行一个设计的时候呢 可能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正如同投篮 你希望来投空星球 会不会进篮框 受到你的力量跟角度影响 假如这就是两个参数 未来你可能有不种一种方式可以投篮 第一种投法 它的角度比较大 比较抛物线的投法 第二种投法 它的角度比较小 仍然可以进框 可是未来若是你在比赛的时候 你的投球的力量跟角度 不会是像理想状况的这样子 第一种投法 若是受到这些误差影响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落点的变化比较小 反之第二种投法 一旦有力量角度的误差的时候 就很容易碰到篮框 进而没有办法进篮 因此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找出参数的组合 像刚刚提到的第一种设计 使得说未来我的品质会比较理想 这个就叫做参数设计 然而如何进行参数设计呢 不像刚刚的投篮 你就是变换一下角度跟力量 在实际的过程 你可能是要来设计一个产品 例如刚刚的清扫机器人 你希望找出一个设计 使得说它的清扫效率会是最好 那你可能要建造不同的机器人 或要做一些蛮复杂的模拟 才能够知道X跟Y之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model 你就只能靠实验来找出两个之间的关系 进而来做参数设计 一旦你要进行实验 那实验成本就会非常的高 因此如何能够用有效率的实验 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得到我所谓的最好的参数组合 这也是这门课我们涵盖的另外部分内容 叫做实验设计 我们会将课程分成三大段 首先我们先说明如何来度量品质 进而提出一个最佳化的指标 称之为叫做训造笔 那我们就利用训造笔 来作为我品质界定的基准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谈到的就是 实验计划与参数设计 我们会谈到如何应用部分因子设计的方式 来有效率地进行实验的分析 第三个段落我们会介绍到的 就是一些实验设计的进阶议题 以上就是整个课程 我们会包含的14个单元 接下来就欢迎各位一起进入 实验设计与品质工程这本课 感谢观看 观看 请看